我们历史名人故居的名人 总共现在有191位 但实际上名人故居挂牌这是第20个 那庄培初老师是我们文学类的历史名人 那他在日治时期其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尤其在缘分地带文学 其实是替人民替这个土地来做发声 所以写了非常多的相关的新诗评论跟小说 所以对整个缘分地带的文学贡献非常的多 所以他也是北门七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